新北市行大佐六日上午查及一宗毒品案向上溯源追查逮捕庶民持有毒品的嫌犯 其中赫然发现里面竟有知名YouTuber九妹与蕾拉以及蕾拉的丈夫汤宇 据了解,警方接获勤之后,清晨六时许大批警力缤纷多路搜索 其中一路前往九妹新装头新街住处搜索 当时九妹睡眼惺忪只穿一件内裤开门,披头就问警方,你们要干吗? 警方出示相关搜索票文件后,九妹才同意让警方入内执行搜索任务 当时屋内仅有九妹一人,而九妹的住处也不像其开箱的豪宅 只是一般二房格局,随后警方在骑某个柜子发现大麻及相关研磨工具 九妹向警方表示很久没抽大麻了,柜子内是以前抽剩下的 随后九妹被带回新北行大街受警方询问 九妹仅承认持有大麻,并声称是从网络社群购买,但否认有吸食及贩售 至于专案小组前往中和区中原街搜索蕾拉夫妻住所时 蕾拉则是穿着家居扶印门,夫妻两十分淡定表示他们不想自己交出来 希望警方可以自己去找,警员陆续搜出微量大麻及吸食器后 夫妻两便随着警员返回对部侦讯 而夫妻两也宣称不清楚大麻从何而来 如今三人所持有的毒品也曝光 透过证物照片可见,警方从蕾拉及其丈夫汤宇家中查获汤宇平时所用的烟豆、研磨器以及约1公克毒品 而九妹被查扣的脏证物,看起来十分专业,不仅有十多功克的大麻外 还查扣两种不同样式的研磨器、卷烟器以及大量卷烟纸 此外新北市刑大也指出,范贤之间均无共犯关系 且均采集尿易送请鉴定机构进行检验 三人训后均医毒品最嫌移送法办 检方复训后均无保请回 继续